今天我们来介绍香菇蒸肉饼的做法 各种蔬菜和肉末来个大集合 入口香浓 还有韭菜虾仁独有的鲜美口感 太好吃了 您需要准备以下这些食材 为了方便以后查阅 您也可以点赞收藏本视频 猪肉馅放入生抽 蚝油葱姜末拌匀 腌制20分钟入味 放入切好韭菜和虾仁拌匀 香菇去地洗净 放入开水中焯水 断生后捞出 放入冷水中过凉再沥干水分 准备原材料香菇 鸡蛋猪肉 韭菜虾仁馅料 香菇沥干水分 剁成小粒 放入馅料中 依次打入鸡蛋 再放入盐和味精 馅料顺一个方向 搅拌均匀即可 把做好的馅料 依次装入容器中 盖上锡纸 放入蒸烤箱中 蒸20分钟 蒸好了满屋飘香 就是汤汁一出来 有点可惜了 取出入盘中 入口香浓 还有韭菜虾仁 独有的鲜美口感 好了 就到这吧 谢谢观看 欢迎订阅关注 未经订阅关注